所谓宝藏显然不是公开给大家的 它是隐藏的 一切万法不出心性 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众生自信之中 自信具足一切万法 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 说了这样几句话 其中有一句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没有想到啊 原来我们的自信具足一切万法 也就是说整个宇宙人生不出心性之外 以前总以为我是我他们是他们 现在才知道原来整个宇宙 变法界是一个自己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太容易理解这个说法 就像说某个地方有宝藏 多数人是不大相信的 只有几个在别人看来 这意味道 你有点傻偶傻友 比较有多数人的定位 什么宝藏 佛经就是长宝图 宝藏大家都在寻找 其实不理自信 能将自信本有宝藏开血 这就是学佛人最终的成就